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金本四二九一第六行开始。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应以皮质佛生得读者,即现皮质佛生而为说法,我们从这开始。 就是,接着前面,无尽一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原因到这个苏婆世界来? 那么,怎么样的为众生说法,那么说法需要有方便的,观世音菩萨的方便的力量,从哪些这个事实看得出来? 那么,下面呢,就是佛告诉无尽一菩萨,那么先告诉他,这个国土众生,因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有应该以这个佛生的读者,观世音菩萨就先这个佛生而为说法。 这个呢,上次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就是皮质佛生,这就是啊,从这开始啊,就是从上次讲这个佛生的读者开始,就是三十二应生。 三十二应生是一般讲法,偶一祖师呢,就是实际上算一出呢,有三十五应生,这个是概略的呀,实际上讲啊,观世音菩萨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呀, 七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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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了,太多太多了,那这个说,这个概略的算一算啊。 这里开始讲,应该以皮质佛生的读者,那么观世音菩萨即现皮质佛生而为说法。 这里要注意的是,也是德度,那个再呢,就是说法。 从上次说法,从上次讲的上次讲的佛生得度,现在是皮质佛,以下都是有这个经文的句法,就是得度说法。 那么这两句经文呢,我们先要看一看。 所以这个得度啊,一般上讲,度到彼岸,度到彼岸什么呢?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尤其是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生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生死不断。 我们人在六道里面,在六道里面轮回的生死,这个苦啊,生死轮回的大苦啊,不止一生一世,从无世界以来,我们凡夫众生啊,都在这个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 那么这样算起来啊,这个生死的,就像个大海啊,那个苦就像个大海啊,就生死海啊,了,要把这个生死海,这么多的生死啊,把它了断了,了脱这个生死的话,来用比喻的话,到彼岸去。 彼岸就像个大海啊,那么就是,那么就是,到了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那就是,就到彼岸啊,那么到彼岸啊,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了生死。 了生死呢,有两种啊,一个是出六道,在六道里面的生死是分段生死,一起生死,每一期生死都有一段一段的段落的,这叫分段生死。 出了分段生死,就是以后啊,那比如说,争了罗汉谷,争了毕之佛,那么这出了六道了,出了六道以后,你这个,生文明觉,虽然争谷啊,见死活虽断了,还有,变异生死啊, 变异生死啊,这个变异生死也不断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这个,正了罗汉谷,正了毕之佛谷的时候啊, 他要回小向大,还要发现修菩萨道,那么,必须行菩萨道,才能够啊,了脱这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不像分段生死那么苦了,分段生死,一死一生,一生一死,这个之间苦得很啊, 自己也有痛苦,家里的眷属,亲戚,朋友,那苦得很啊,那分,这个变异生死不是这样,变异生死,在他,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往成佛的这个路上就,往前进步啊,每进步一个阶段,是个进阶,一个转变, 那就是,那就那个意义来讲,是一番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只是境界转变而已啊,但是那个境界不转变的话, 菩萨道啊,行是行啊,不能够普通众生,那个,需要这个,功用有限的,彼得普通那个,分这个,那个变异生死,也能够一步一步把它普通啊,才能够啊,真正的来度化众生啊, 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如果能够真正的法身大事,那就管用了,那这个,他来弘法,那就众生啊,就能弃力弃机,那就是,可以普遍地教化任何众生, 不过众生是哪种,不过众生是哪种,根基,他都有方便的办法,来,来,这个,度化它, 所以这个,这个度呢,是要,呃,过世音菩萨来,按照后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它, 那么这就是后面的说法,说法,过世音菩萨来度化众生的说法的时候,不同的根基,就说不同的这个,这个佛法, 那么这就是,解答前面那个无尽异菩萨,问啊,为众生说法,用什么方便的理,来,来说的, 那么在那里,为什么有这个俗佛世界呢,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特别与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缘分的, 估计,学路老人讲这个时候,讲到这个这里的时候,他就举出事实了, 就拿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一般人来讲嘛, 不管信佛,不信佛,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 那么知道有阿弥陀佛呢, 反而没有,和比不上观世音菩萨, 知道的人那么多, 要是再拿着释迦牟尼佛, 知道的人那么多,知道的人又比知道阿弥陀佛的人又少。 这个什么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他跟我们世界的众生啊,特别有缘分, 所以这解答他这,为什么有此俗佛世界, 那么有此俗佛世界,下面就是啊, 讲度化众生说法, 因人而一,因作众生后面举出这个, 三十二应,三十三应声,三十五应声, 包含很多,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说法, 都能够按照哪种根系的众生啊, 正好跟他想契合, 那个, 那么批治佛就是有两种啊, 一是独觉, 一是原觉, 独觉是在, 无佛在世的那个时代, 那么他呢, 在深山里面, 最安静的地方, 他自己在那里啊, 看见自然界的飞花落叶, 这些无常的生灭的这些现象, 他无, 自己这个独自在那个无, 无到世间一切是无常啊, 要, 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 再呢, 就是原觉啊, 在有佛的世界, 世界时候, 他可以跟佛来学, 那就是这两种, 无论是哪一种的, 观世音菩萨都去度化他, 比如说独觉, 在深山里面呢, 在悟的时候, 甚至以前正国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 以, 辟知佛的身份, 来跟他说法, 跟他来度化他, 说法度化什么呢, 就是叫他回宵向他, 修这个菩萨法, 因为不修菩萨法, 那么, 就算是正了国了, 正了国, 辟知佛正国当然比罗汉国要高一等的了, 罗汉国是断了建斯佛了, 但是建斯佛的这种习气啊, 还没完全断除啊, 那个独觉呢, 他正国的时候啊, 那种习气也断除了, 但是, 要不回想象他, 不肯去菩萨的话, 他这个, 虽然建斯佛的习气也断了, 那个, 无明啊, 无明有知末, 无明有根本无明啊, 讲到变异生死, 变异也是变异生死的无明啊, 他那个变异生死, 不修菩萨道, 不修菩萨法的话, 那个变异生死, 那种无明他也是断不了, 断不了就不能够成佛啊, 所以光世音菩萨要叫他回小巷大, 那么原觉也是这样啊, 原觉是根据佛法来开悟的, 来正国的, 那么如果是光世音菩萨不许度化他, 从这个皮之佛度化到菩萨的时候, 那么他永久也是皮之佛, 不能成佛的, 因为这个关系啊, 光世音菩萨就度化皮之佛, 这样看来, 光世音菩萨的说法有方便的, 皮之佛在这个独觉, 原觉都是不同的, 这个光世音菩萨对这两种, 皮之佛说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另外还有一种, 过去也是学路老人讲的, 就是普通, 普通的修行的人, 或者还是不是修行的人, 一般人, 那么这些人啊, 你叫他学这个法华经, 或是学其他那个圆顿教的那这个菩萨法那个教, 他听不进去, 甚至于对于一切佛经啊, 都听不进去的, 有些学佛的普通修行人, 虽然在研究佛经啊, 他对于教理, 他始终无不进去, 这等于是没有用处, 无不进去那怎么修呢? 不是修佛的人啊, 他根本对于这个佛经啊, 就是听不进去的, 但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观机啊, 能观众生的根机啊, 虽然有那么多的众生, 能够研究佛经不能够开悟, 或者是对于佛经啊, 都不肯学, 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这个众生的根机啊, 有的能够把它度化出来, 在什么境界之下呢? 他虽然不肯研究佛经, 或者是研究佛经, 而不能够觉悟, 其中啊, 有些过去啊, 不是这一生, 在多生一切呢, 不知在哪一生啊, 他听到佛法, 落下了佛法的种子, 这种子落下去, 他这个, 这位众生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啊, 他对于佛经不肯学, 和学的也不能够开悟, 但是观世音菩萨知道, 一看像这样的众生啊, 他过去啊, 对于佛经, 尤其是对于法华经, 落下了种子, 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跟他一起法, 行了, 观世音菩萨来一说法, 正好, 契合他的根基, 他就能相信, 就能来接受观世音菩萨讲的法, 他的啃学, 就过去啊, 这个种下的种子啊, 没有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人, 他始终在那里种子, 不起现行, 对他没用处, 观世音菩萨来观察这个根基, 了解, 跟他一起法, 他就行了, 他就正好起立起机, 他能够学, 和学法, 那么这个啊, 就可见呢, 观世音菩萨这个说法, 方便的, 这个力量的, 那是, 这个非常这个, 广大了, 深厚啊, 下面叫声闻, 应一声闻身得度者, 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看根基啊, 那么应当, 拿这个声闻身得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现出声闻的身份, 为那个, 学声闻的人啊, 来说法, 神闻, 那么他学的是, 四地法了, 四地法就是, 他学的生灭四地啊, 来个就是, 学的生灭四地, 正到, 罗汉了, 正到罗汉国, 那观世音菩萨怎么还要读他呢? 就是, 正到罗汉国, 你不肯在, 学菩萨法的时候, 学这个行菩萨道, 那就是, 始终在这个罗汉这个地位上, 那就不能成佛了, 所以, 观世音菩萨要去跟他说法, 就是你啊, 学着四地法, 也正到这个罗汉国了, 这是不究竟的啊, 你要有什么究竟呢? 以, 必得, 呃, 呃, 聊这个分段生死, 你分段生死, 虽然聊了这个变异生死, 还有啊, 必得要变异生死, 也聊了, 那么, 然后才能成佛, 变异生死, 要了解, 要想破除变异生死啊, 世间法, 初世间法, 都要学, 不学, 不能够行菩萨道, 学得圆满了, 那就成佛了, 所以佛十种好啊, 其中就有一个世间解啊, 世间万事万物, 都有他的道理啊, 成佛得了世间解的话, 世间什么事情他都明了啊, 他都能够, 一方面了解, 也可以替众生解释啊, 那你心菩萨道, 必得要曝出尘杀火, 尘杀火啊, 对于世间世间, 有一种事情不了解, 那这个火就把你那个, 那种这个智慧啊, 就遮住了, 那个火, 这个多如成沙了, 那么多啊, 成沙火太多了, 去一份成沙火, 就是开一份智慧, 所以要学着行菩萨道, 好不容易啊, 一切的学问都要学啊, 学好了, 他到世间来, 才能够啊, 应激说法, 说说话, 才能够适合各类的众生的根基, 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对于, 声文众里, 对他们说法, 把这个, 这个法门呢, 说给他听啊, 叫他, 要学行菩萨道, 曝出尘杀火, 上面把这个四法界之中啊, 四圣法界, 读话说法就讲完了, 下面就讲这个, 这个天道的众生, 因以泛王圣得读者, 即现泛王圣而为说法, 泛王, 就是三界, 就是这个四界天啊, 四界天, 一共有十八成天, 分之初三二三三三四三, 初二三各有三天, 三成天, 四三呢, 有九成, 综合起来, 色界有十八成天, 泛王, 也就是大凡天王, 它是在初禅天里面, 一个天王, 初禅天里有三层啊, 有凡中天, 凡福天, 大凡天, 大凡天就是, 出禅天的天王, 那么出禅天王, 过世音菩萨要为他来说法, 说的法, 就跟那个, 泛王的能够能够契合他的根基, 那么就是, 对于泛王说法, 当然就包含了, 泛王, 泛中天, 泛福天, 那就是光世音菩萨对于初禅天的, 都能够为他们说法, 叫他们能够得度, 泛王是初禅天的, 它是这个王, 初禅以上的二禅啊, 二禅也有三层天啊, 三层天也有天王, 三层天王呢, 在新义的, 新凡义的极光天, 那么早禅翻译的叫做光阴天, 光阴天是二禅的, 三层天的一个天王, 三禅天呢, 也有三层天啊, 那么他的天王就是片镜天啊, 片是普遍, 近是清净的, 那么平净天是三禅天的, 这个天王, 所以祖师讲啊, 光世音菩萨既然呢, 说法, 把这个泛王生得度的话, 当然也包括了这个二禅的这个光阴天, 三禅的平净天, 这两层天的这个天王, 也包含在内, 那就是说光阴菩萨把这个色业的啊, 初禅二禅三禅的三位天王呢, 都包含在内, 给他们说法, 使得他们能够得度, 因于第四圣得度者, 进行第四圣而为说法, 第四圣, 在欲界的啊, 第二神天, 这个道理天, 道理天又叫做三十三天, 第四啊, 就在这个道理天呢, 是那个天的主, 天主, 那么那个光世音菩萨, 看见在道理天那个天主啊, 他应该受到度化的时候, 光世音菩萨就去度化他, 就现了第四, 第四天的这个身份, 去度化那个, 在第四, 在道理天呢, 做这个天主, 那么让他知道这个, 成佛的, 行菩萨道的这个法, 这个祖师也讲过的, 既然去度化第四啊, 当然也包括了欲界的夜幕天, 都瑟天, 华乐天, 都, 这个三, 三层天呢, 都有天的王, 包含在内, 那个自在天呢, 自在天在欲界的这个, 这个六余天的这个天主,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自在天里面呢, 又是外道, 这个, 这比较难一点, 啊, 还有呢, 下面讲, 翻过来, 应于, 从四二九月, 翻到后来, 四三六年, 应于自在天上得度的, 就现自在天上而为说法, 这个自在天呢, 它是这个, 是在这个色叶了, 那么, 叫做大自在天呢, 啊, 有些人讲, 自在天是在, 下面是大自在天在这个色, 在这个, 色叶了, 自在天呢, 是在, 越界的第六层天, 那么, 自在天上应该得度的话, 过, 过世约伯仑就先自在天生, 对它说法, 当然说法, 针对它的这个根基, 那, 替它说, 说这个正, 正式的正确的佛法, 自在天, 虽然是有外道, 虽然是有外道, 过世约伯仑在教化, 可以把它度化出来, 不是别的, 学的老人, 出道台中来的时候, 度化很多啊, 有好多的, 都是修外道的, 他老人家都把它度化出, 度化过来的, 所以在这里一讲, 过世约伯仑就先自在天生, 跟他们说法, 下面呢, 是愿意大自在天生的读者, 就先大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这个大自在天, 就是这个, 这个色界天的啊, 色界天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天了, 那么这个, 就色界的最顶的那个天, 国际伯仑就先那个大自在天生, 来度化他, 三界天, 四界五, 欲界四界五色界, 上面就说完了, 下面讲啊, 应与天大将军神的读者, 这些天大将军神而为说法, 天大将军神就是一个护法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到释迦来教化终生, 这个天大将军神, 这个他是护法神, 他就是在那里护法, 那么这个护法很重要啊, 佛说法, 要有这个除了天大将军, 还有其他很多护法神, 那么我们在世间研究佛法呢, 各个人的团体的都有护法, 只要大家研究的这个法是正法, 必然有护法神在那里啊, 给你护持, 这个我们从经文里面呢, 都会了解的, 所以重要的时候啊, 就是研究的一定是正法, 不能够跟现在有些人呢, 研究八十复法, 也就扭曲了, 做了一种这个不正当的那个, 来去了解, 拿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佛经,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研究佛经啊, 要听从雪楼老人过去受讲的, 我们自己看经也好, 自己把这个经文呢, 来劝导别人也好, 一定要根据古人的那些俗世大德, 根据那个诸解的本质啊, 跟人家讲, 我们自己研究也是这样研究, 因为那是国师和俗世大德都是, 有秀有正的人啊, 他诸解是不会错的, 所以这是天大将军神, 他是护法的, 那么这个护法的也要, 一方面护法, 一方面他自己要修行啊, 所以国师和菩萨菩萨对于这样的护法神呢, 也来对他说法, 献出天大将军神的身份, 来读化他, 因于毗萨门圣的读者, 即兴毗萨门圣而为书法, 毗萨门, 就是这个四大天王的, 北方的天王, 就是毗萨门, 那么应该以毗萨门的身份, 得度的话, 国师和菩萨的身份, 身份而为书法, 那么那个三件, 都说了, 四空天没有说, 四空天不用说, 四空天身相不要, 那个前面呢, 都是国师爷不得现身呢, 四空天身体没有, 那国师爷不得不用现身了, 那不必说了, 所以四空天不讲, 因小王神的读者, 进行小王神而为书法, 小王神啊, 那个, 苏佛世界那就是太多太多了, 苏佛世界里面每个小世界里的小王, 就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讲嘛, 自古到现在, 这个小王呢, 也是说不清的, 所以佛经里面讲, 这个小王呢, 散苏王, 散开了那个米粒啊, 那个苏啊, 一个小王呢, 这里讲小王, 包括这个, 古代那个天子, 现在的这个地球上, 那个大国家的那个, 那个总统, 在经文里面讲的, 都是一厘米那么渺小啊, 不但像一厘米那么渺小啊, 还像这个这个, 沧海里边, 所沉的那么多米, 沧海之一树啊, 你敢想, 小王就这么多,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啊, 不必在世间, 跟人家争夺这个啊, 我争夺那个, 争夺不必, 那个, 多了那么多, 古时候这个天子, 还是终身的呢, 不像现在啊, 现在是, 无论是美国是哪个国家, 总统都有旗下的啊, 争夺来的时候, 不过做了几年, 完了, 古时候天子, 他虽然终身做下去, 他还有死的时候啊, 一想到这里啊, 提到小王啊, 争夺小王的人呢, 很可怜啊, 国际佛萨就, 怜悯这些小王, 你做的这些小王啊, 辛辛苦苦的, 跟人家争夺天下, 争来的时候, 就算你一直保持这个王的位置啊, 你要死, 生死问题是, 是不能了的, 国际佛萨, 怜悯这些小王, 为他说法, 也献出这个小王身, 让他知道啊, 世间一切法都是生灭法, 不要, 不要追求那些东西啊, 你要追求, 不生不灭了生死的法, 所以, 国际佛萨献出小王身呢, 替那些小王来说法, 因你, 长者身得度者, 就像长者身而为说法, 长者, 就是在, 任何一个地方, 他是在这个道德上面, 学问方面, 这个年龄方面, 都是一个长者, 国际佛萨就要献这个长者身, 替他说法, 因爲居士身得度者, 就献居士身说法, 我们都是在家的, 就是居士了, 所以我们研究 国际佛萨佛萨名品啊, 诚心地来, 发现学国际佛萨这个品, 就能得到国际佛萨来, 来护念我们, 我们研究经, 好像感觉到, 研究很难, 不同啊, 只要光际佛萨一, 一呼吻我们, 很奇怪的, 那个就痛了, 这是大家应该有这个信心, 因爲观神的读者, 即使在观神而为说法, 那些历代的, 那些历代的, 那些走在家里, 在朝廷里, 做这个大臣子的, 观神佛萨, 献这样的身份, 来读合他们, 因爲, 普鲁门神的读者, 即使普鲁门神, 而为说法, 普鲁门, 印度的有很多普鲁门教啊, 普鲁门教, 它有它的这个教理, 它有修持的方法, 但是一般说起来, 普鲁门, 在古印度的, 是一个很正派的教宗教, 那么观神尼佛萨, 对普鲁门, 也把它度化过来, 它虽然在印度, 是一个正派的宗教啊, 但是, 它不修佛法, 不能了生死, 不能成佛, 所以, 那个观神尼佛萨, 度化他们, 下面讲这个, 佛法的四种弟子了, 因于比丘, 比丘你, 又不在, 又不一身的读者, 即使比丘, 比丘你, 又不在, 又不一身, 而为说法, 对于这个四种弟子, 那么, 观神尼佛萨, 都显出这四种弟子的身份, 来度化他们, 对于四种弟子, 出家的又出家的, 出家的又出家的, 这观神尼佛萨对他们说什么样的法, 在家的弟子, 观神尼佛萨就讲一些在家弟子应该了解的佛法, 最重要的是, 叫他能够正法, 能够学的正法, 因为这里是比丘比丘尼啊, 没有讲菩萨, 也叫他们修菩萨, 行菩萨道啊, 在家也是一样, 在家也要修菩萨道啊, 应以长者居士在管普罗门妇女神的读者, 即现妇女神而为说法, 这一条啊, 要把这个一直连贯的读下来, 长者居士跟前面讲的不重复, 这里讲的是, 长者也有眷属, 居士结婚也有眷属, 在管普罗门, 都有这个妇女啊, 都有太太啊, 就是这些长者居士在管普罗门的, 他们的妻子, 观世音菩萨都要独化他们, 独化这些妇女, 所以这个, 这一句文法, 你也知道, 长者一直到妇女神, 都指的妇女啊, 那么, 观世音菩萨就显出这些, 长者的妇女, 居士的妇女, 宰官的妇女, 管普罗门的妇女, 什么不同, 观世音菩萨就显出这些什么来, 来独化这些妇女, 因一童男童女神的读者, 即使童男童女神而为说法, 童男童女, 那些这个非常聪明的, 那些这个非常聪明的, 那个花言菩萨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山菜童子, 这个部法花菩萨里面也有龙女, 这一类的啊, 他有他的善根 所以观世纪菩萨来读化他 下面是讲天龙八部了 因于天龙叶叉千塔普 欧修罗加鲁鲁 金罗罗母乎罗家 人非人等身的读者 集结限制为数法 观世纪菩萨 对于这些众生 都限制了一些众生 来为他们说法 因于制金刚身得读者 集成制金刚身而为说法 这是护法身 那么观世纪菩萨 就为这些护法身来说法 佛法需要这些护法身 因此 学路老人过去讲到这里 他说 我们做个佛教徒啊 一方面要学佛法 再方面我们要护法 后面就讲 这个吴金一世纪菩萨 是观世纪菩萨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形 由住国土 度度终生 把那个 跟五金一世纪菩萨 问的问题 就答复我了 答复我呢 这里讲的这个 成就这个 如是功德 就是指的 三十二印神 那功德 你要寄存起来啊 那就是 十八节 都包含在内了 十八节除了佛法节以外 九八节的那些众生 观世纪菩萨 普遍的 都来 为他们 说法 度化他们 功德 成就啊 指的这个啊 观世纪菩萨 有住国土 是成就这样的功德 我们呢 学这一篇的话 就要学观世纪菩萨 这种这个 度化众生的 这种 这种这个 普遍的 这样大的这个心量 就是 这个大悲啊 这个 大悲观世纪菩萨 我们要 发这个观世纪菩萨 这种 慈悲啊 这种心声 发观世纪菩萨 这样的心 学他的这样慈悲 那真是 有求必应 才能真正得到感应 那么今天 就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放寒假了 在这提早 向各位 拜个早年 好 OK 好 好 感谢观看